大家好 今天白天 大部分區域天氣都相當不錯 但是在中午過後 在臺灣的北端 還有東北部地區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開始出現了一些 短暫性的震雨 那預估今天晚上 在臺灣的北部 東北部還有東部地區 仍然會有短暫震雨 發生的機會 所以相對來說 看到月亮的機會 就比較低一些了 但是在山脈的西半側 包括從新竹 以南 一直到高平地區 可能就有機會 可以看到月亮 那至於明天的天氣 就會開始受到 天吐颱風的影響 我們由雲圖可以看到 隨著颱風逐漸 在靠近我們的過程當中 我們預估明天在北部 東半部還有恆春半島 這一帶出現震雨的情況 就會逐漸的增加 越晚 雨勢會越明顯 颱風最接近我們的時候 預估是在明天的晚上 然後到星期六一整天 再延續到星期天的上半天 在這段期間 包括整個迎風面的東半部地區 恆春半島還有北部山區 降雨的情況會最明顯 南部地區也有機會出現 比較大的雨勢 所以提醒大家要先做好防臺準備 另外在颱風接近的過程當中 明天可能北部海面 東半部海域這一帶的風浪 就會明顯的加大 請大家未來這兩到三天 盡量不要前往海邊活動 以上資料由中央氣象局提供 好 接下來看明天各地的詳細氣溫 北部地區受到颱風的影響 所以各地下雨的機會都很高 最低溫23度 最高溫32度 另外看到在中部地區天氣也是十分不穩定 最低溫25度 最高溫34度 南部地區最低溫25度 最高溫34度 東部地區最低溫22度 最高溫27度 外島地區最低溫23度 最高溫31度 以上的今天公視晚見新聞 感謝你今晚的收看 我是洪惠竹 祝您晚安 我們明天見 好好聽 這位 西部 明天水 今天